大家好,我是吉姆,我身旁这台是当下非常热门的网红车,问界M9 这台车非常厉害啊,上市三个月的时间,它的大订订单已经是超过7万辆了 你要知道这是一台五六十万的车,而且又是中国品牌出品 所以它能有这么一个好的市场销量表现,绝对是超出很多人的预期的 那为什么问界M9它能有这么一个表现啊 其实你把它放在整个市场里面去看,你会发现这台车在五六十万这个价格段里面 它具备自己的一些核心经纪力和不可替代性 五六十万你能选的SUV车型很多,但是你能选出一台具备它这样的自驾能力 然后它这样的一个智能座舱以及空间豪华都兼具的SUV 这才是它的核心经纪力,所以这也就导致你哪怕是很有钱的一些买家啊 我可以家里本来买个GOS的,但是我看看五六十万的问界 它该有的功能也都有,给老婆买一下,接送孩子带的布挺好啊 你包括从下往上看的话,你原来看的是30多万的车 想升级一下这个车型的尺寸感空间感啊,智能化 那问界M9这台车,它确实也是全方位的能给你去升级到 而且别忘了啊,问界M9它有华为的负能 这一块的负能呢,绝对是超乎想象的 其实很多人也会想,你比如说ES8它也卖到五六十万 也是一个非常大尺寸,智能化也做的不错的SUV对吧 为什么它没有取得像问界M9这样的一个销量 问界M9它确实具备一些自己的独特竞争力,有不可替代性 它的质价确实数一数二 但是你像未来ES8N的台车呢 其实它的这种不可替代性呢 相比于这台问界M9就没有那么强了 它有换店,但是换店对于消费者来说 它的感知其实是不如质价来的那么强的 尤其是现在啊,非常讲智能的一个时代啊 OK啊,那带大家去看一看这台车啊 其实外观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这台车已经上市了一段时间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外观的这一块 上下的这种分色啊 上面的这个银色呢 把这台车的这个高级感质感就立马往上去提了一下 M9的车里呢,智能化啊 毫无疑问啊,是非常不错的 鸿门座舱的压值 让这台车科技的一些交互体验 都是非常棒的一个感受 除此之外,整个车里的内饰啊 用料也是比较到位的 反正你能够碰到的地方啊 基本都是比较软的一些材质 包括一些按钮的一些触控 你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阻尼感啊 确实是做得非常不错 那除此以外啊 像这台车 我始终觉得啊 像它的这个棚顶的材质啊 虽然高配它也有更好的几笔材质 但是你本身已经去到五六十万了啊 像这个低费一点的版本的车型 它上面的这个还是织物的材质啊 这个是不是有点吹毛求疵了 但我觉得你该卷还是要卷一下啊 然后整个车其实说实话啊 我之前也很好奇 问件M9它到底啊有多舒服 其实你坐进这个车里 你哪怕不开它 你是能够感受到一二轮 一个是它的座椅是真的很舒服 这个座椅你坐上去它的柔软度啊 感受是真的很好 第二个就是这台车你车门一关起来 它的这种车里的隔音性确实是很好 它的这个玻璃啊不仅是车窗 包括前等风挡后风挡 包括后面的这个三角窗 都是用的这个夹胶的双层玻璃 它的这个中央区域的下方 一般的车其实都是做落空 然后下面可以放一些东西 确实啊储物空间是有增加 但是东西放下去之后 如果比较杂乱的话 事先如果比较杂乱 是不是你看起来的观感就没有那么好 那你看看问件M9这么多的 它在右边呢 它其实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隔板 一个储物空间出来了 左边呢它也是做了一个拉伸的隔板 这个就真的是小季节了 而且就是说你大多数 东西放进去之后 你把盖板给盖上 那你整个的这个观感 确确实实是看着更加舒服的 除此之外啊 这台车其实你能够感受到的 它作为一台中大型的SUV 它整个车里的这种空间感 也是比较到位的 这一点可能在后排更为直接 而且它到了这个价位 它的后排不仅仅只是说 让你坐着舒服 在后排的有些体验 也是比较独特的 我们感受一下 首先副驾驶的座椅 已经完全把它翻折了 然后往前去挪了 同时呢 我的腿拖打开 我的座椅挪到最后 整个空间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整个座椅 它的通风加热按摩都有 都是电动调节 甚至啊 我主一个小细节 它的扶手都是支持电动调节的 整个就是电动化的一些调节 便利舒适性的一些设置啊 武装到很细节的地方了 在娱乐这一块的体验 你会发现啊 大多数给你来个洗顶瓶 那当然这台车 你也可以在这个前排座椅的后面啊 就装这个华为的pad啊 拓展 它本身是占了这个投影电视的 你不用的时候 这个幕布呢 直接收起来啊 一点都不影响美观 你想要用的时候呢 它就自动放下来 它的这个稳固性还是非常好的 后面有两个稳定感 这个感觉就很到位了 这个屏幕还是挺大的 这个功能呢 我觉得一些MPV车型 其实是可以多学一学的 对吧 你来看看M9的一个后备箱空间 当你车里六个人坐满的情况下 它的后备箱空间 其实就比较一般了 今天我们也有幸啊 参观了问剑M9的一个工厂 工厂参观完之后的一个感受就是 自动化率确实是挺高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问剑M9的一个白车身 你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这台车 它的安全性到底怎么样 用料如何 因为问剑M9 就是大家也一直在说啊 它的这个安全性很高 我们确实能够看得到啊 首先热成型刚 像A入 1500加2000兆帕的 包括B入也是如此 车门里面啊 两根加强金 直接是2000兆帕 可以让它在接受 侧面碰撞的时候啊 充分保证 车内成员昌的一个安全 除此之外啊 问剑M9 还有一个非常招牌的 就是9000吨的一体式压住嘛 后车架 侧后内板 A柱内板 以及这个衡量 包括这个前塔顶啊 都是一体压住履的 所以呢 这个优势也就非常直接了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它的整个提升度更高 然后呢 它的连接点很少 然后清廉化也能做得更好 最关键的是 强路也能有所提升 这是为什么问剑M9 感受自己安全性很高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开始有点理解了 为什么M9这台车 它的销量能这么好 但凡啊 你是一个40岁左右的 中年男人 你到司店看完这台车 你对它的好感度 油然而生 坐进车里 真的是很舒服 对于一台家庭用车的 绝大多数需求 你要后排宽敞 它有 你要第三排 做更多的人 它也具备 最关键的是 我们作为开车的人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 一台车不要那么的沉闷 不要那么的油腻 这台车 它给到你智能化的 这个鸿蒙坐操 确实是很棒的 国内的新实力里面 它的这个座舱 属于属一属二 甚至天花板的一个角色 没毛病吧 然后它还有这个自驾 可以做到 尘世无图 你X5 你Q7 你怎么跟它比 你比不了 对不对 可能有些车里的豪华感 BBA他们也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有一些支架这一块 现在在国内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开始关注 那就是华为M9 它有 而那些传统的老牌 豪华的SUV 他们就是没有 这个差距就开始出来了 而且这台车开起来 是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 这个精细 哪怕它是一个真诚车型 那我有电的情况下 就是可以当一台纯电车开 而且综合的一个续航 它可以轻轻松松 就是破1000公里 没有任何的续航焦虑 所以这个问界M7 它的销料突然爆火 可能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 一方面我是觉得问界 它肯定是启示的 另外一方面 问界M9这台车 它确实是具备 自己的同级边里面 以及这个价位段里面 独一无二的一些竞争力的 而且是不可替代性的 哪怕是像我30出头的一个年龄层 我作为一个用户 我看完问界M9这台车 我都会觉得这台车家用 是真的很棒的一个选择 而且这个价位段没有必要再去追求这个品牌了 豪华的什么BBA了 但这台问界M9比确实产品里 也看得到的一些东西 很难比得过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金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